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奥威尔式的 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是赫须黎式的 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今天要聊的这本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 他在文化出版的行业一直是一个经典的作品 当时波兹曼他出这本书 其实是为了抨击在电视这个媒介出来的时候 对于一个传统行业像印刷业的冲击 导致了民众或者说人们 他们可能不太再愿意去做阅读和深度的思考 好像其实可能是因为 在今天它依然具有很多的意义 所以也是一直经久不衰 这里面有两个我很喜欢的观点 一个是电视新闻它消解了严肃性 比如说其实我们可能也是上一辈的事情了 就是当时每天是会有一个很准时准点的一个新闻的播报 当然现在也有 但是可能之前看的人比较多 那么其实在可能说播报员会说 在非洲的某个国家又发生了战乱 然后国内的某个城市因为连续的暴雨导致了山体的滑坡 有几个人伤亡 但是无论他说了多少的新闻 在新闻节目快结束的时候 这个播报员都会面带微笑的说 好的 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不自慢就在问说 为什么要明天再见呢 这个事情在于说 如果你刚刚播报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新闻 有人遇难 有人死亡 有一个国家遭受了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难道我们不应该拿出时间来默爱 来思考 来讨论 包括说保持某一种情绪的弥漫吗 第二点其实是信息的过载 像科勒绿制关于到处是水 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 也许很难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 在信息的海洋里 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美宁州的人和德克萨斯州的人可以交谈 但交谈的内容却是他们不了解 或根本不关心的 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 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 因为这里住着一群 除了了解一些最表现的情况外 彼此之间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微博是我们国内比较大的一个信息收集的平台 当然上面的信息是有真有假的 那么你在上面的保单上面你可以看到 每天都会有热搜不停的变来变去 不同的行业的信息都是会在这个热搜上面 可能一半是关于一些文娱的明星的信息 他们的新的动作 可能中间夹杂着几条明星的信息 但是其实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 前十条的他们信息占用你的时间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些信息无所谓 谁比谁更重要 谁比谁更不重要 因为他们是同一时间达到你的一个吸引力的 所以那些新闻它是被消解的 因为你并不觉得这个新闻有多么严重 因为下一秒就会有不同的东西出现 同时因为信息的过载 我们去追寻一件事情的真相 它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你的一个所有的精力 是需要非常大的努力的 而我们其实都已经习惯了那些非常直给的东西 也会下意识 也会无意识的去相信那些第一眼出现在你面前的文字也好 那些耸人经文的标题也好 因为去相信它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条链路下来的东西 但是去思考去质疑去辩驳 那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 而我们现在都太过忙碌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以至于说纠结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说 都是新闻明天就会过去的 明天就会有新的新闻 那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就丢失掉了 是从编 слов上 黑木 味 郁 诶 诶 味